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的事情我就要对他说一遍 就不对你说了 我觉得不好 没有啊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太热了 水能比较凉 我觉得你下去冲个凉会比较舒服一些 就是说跳下去就会凉快一点 对啊 哇 好体贴哦 一伯 或者是你可以把鞋脱了 你看船那边有水 你看看看看 这就王一伯 叫我把水伸到这个 叫我把脚伸到这里面泡脚 看看啊 就会凉快一点 oh yeah cool man 真的特别体贴 特别好 王一伯听说你们昨天拍摄特别热 然后听说有演员晕倒 你还好吗 昨天没有人晕倒 有啊 昨天说有群演 然后晕倒掉到水里了 我不在这边拍 就是在这里啊 我不在这边拍摄 你昨天不在这边 有人在哪儿 你在那儿 你不是在 在林海湖吗 在哪儿 你昨天不在林海湖 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吗 他昨天在哪儿 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啊 我看啊 肖老师都不看通告的 因为昨天我 因为我昨天没有在 没有在你的主里面 哦对肖老师在尬戏 肖老师在尬另一部戏 是这样啊肖老师 肖老师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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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来算一算 谁在这个组里面 呆的时间久 哎呀话也不是这么说 王老师来介绍谁啊 是吧王老师 这确实是我不好 因为幸运年那个行李 万万太早就签了 都无法改变了 所以我只有尽我自己的 微薄之力 然后来满足王老师 就是 尽量啊 就是 尽量自己不影响到王老师 虽然是 但是 对于角色的把握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觉得还有王老师比较辛苦 就综艺啊 然后 拍摄啊 就很繁忙 就是 角色的把控啊 还是很好 他就是 不会分心啊 拍摄 拍摄 李组的次数 其实并不亚于 就是你知道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不容易了 你想 几天没睡了 三天没睡了 也不容易 我觉得 但是王老师特别棒 并没有影响到拍戏 就还是一如既往都稳 我觉得 这一点真的要向王老师学习 你还有很快 员 那把我估计的还有一点点 今天在现场就是这样 慘 刚刚我还被 还被那个助詞打到 慘还是为了无限惹 然后你直接在旁边偷笑 我哪 ком 我都笑了 我们就没说 我们就没说 威英 你没事吧 我觉得你最近越来越不要脸 骂我 骂着叫着你 骂着叫着你 我压了 这样子年龄比我大六岁天天欺负我 这个哥哥 王一博你是人吗 每天温馨自问一下自己你是人吗 这哥哥就照着比我大 天天你哪一边把我当哥哥了 你就嘴上把我当哥哥 你心卫上要把我当哥哥了 哎咻 再给了 有啊 你看哥哥都敲话当嘴 弟弟都不敢敲话当嘴的 觉得你能善良一点 每天劝你 每天劝你善良一点 好的哥 我都敲话当嘴上 生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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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纸吗 不要 纸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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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新伤诶 跳舞跳的 哎 跟你讲啊 这是新的伤 对 贵黄嘛 就是我一solo的话 frestyle就喜欢那种膝盖上的 然后那个 坐我过来就一起 说那个台湾 好 啊 你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 哦 对不起啊 哈哈 当然 亚洲舞王嘛 你两环子在这里啊 那个现在这银 已经拿着在这上面 对着嘴巴 一两杯子先出来 等会我这儿 在呼吸呀 谁在呼吸呀 我在呼吸呀 我在呼吸 吸命啊 年纪大了就得吸命一点 对 不过你你多注意一下 伯伯 一见一下 来了 哎呀 哎呀 呀 这儿 呀 呀 猫 猫 猫 生辈哥 生辈哥 其实说说说穿了 其实王一波 真的是我的大前辈 不论是从经历呀 从年纪 出道的年岁呀 还有都是一个特别大前辈 然后王一波也特别好 刚好 其实 特别照顾 但是 年纪的话还是年纪长辈 但是年纪不重要啊 年纪不重要啊 月历比我高啊 月历哪个人比高啊 比我多六年的阅历啊 那都是生活呀 其实无所谓啊 但是你是演艺的 阅历比我高很多呀 没有 就特别好 特别喜欢 比您早输到两年而已 两年呢 而且加上练习生的时间 特别厉害 我觉得王老师 怪不得跳舞这么好 后一跳舞就会让我们觉得想尖叫 但是肖老师您也有成数啊 您会设计啊 设计有什么用呢 设计很难的 您说您设计一个不是20万吗 对 这个是真的 对呀 肖老师超级厉害 但是有什么 现在也没有用了呀 但是也是您的一致之常啊 但是现在没什么用啊 总有可能 我说现在设计 马上给你做吧 你可以设计您的品牌啊 这个倒是可以啊 对呀 但是还早啊 但是不早啊 但你跳舞就可以随时来 王一波来一个 王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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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波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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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一波 好累啊 王一波 累了 你起了头 您起了头 你起了头 您 您起了头 您 您起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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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您 哥 您起了头 哎你别闹啊 我求你放过我 哥你不起头 我怎么敢起头呢 哥 王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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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昨天不是没睡觉吗 你总的健身精神那么好呀 你 哥你放过我吧 哥 对呀 我放过你 两三天没睡觉啊 怪可怜的 好好休息一下好不好 肯定挺着我 一百晕倒 不然就会拍 单独哥 您的时间啊 不会啊 哥 我绝对不会晕倒 您放心 我保证给你打好戏 你不晕我也要晕 保证给你打好戏 没有是我 因为 老黄机就很稳嘛 魏无羡这边 因为 我都稳都是要您的节奏带起来 才能闻起来 王老师就会凶我 看今天早上就凶我了 然后在在现场 就直接对我大吼说 来我们走一次 哈哈哈哈 哪有没有 怎么没有 没有 没有那么大声 然后我当时我当时就吓了老师 完了完了王一波生气了 对不起王老师 因为早上那个你知道 还来 然后就会有点晕 然后再加上了 我知道肖老师也很辛苦 因为每天台词那么多 其实是我的不对 真的没有 我应该 我没有换位思考 我应该多想想 哥您的感受 哥您一大早的 那么多词 然后又神志不清的 然后就 难免节奏会错一些 神志不清啊 难免神志不清 怎么说话呢 就是会有点晕吧 神志不清 清醒 怎么说话呢 然后就 每天词有那么多 又是大早上的 我确实不应该这样 没有 我一个这样的词少 然后就不应该这样的 王老师你别这么说 哥 你刚才这么说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一想 早上是我的错 我真不应该这样 没有王老师 我真的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我太残忽了 三两天没睡觉 节奏我如此的稳 我就是 你知道瞎搞什么呢 我就 我就反省我自己 然后我就 来自灵魂深处的讨论 说我这样做 对得起我的衣服吗 对得起她那么辛苦吗 对不起 所以 所以我 特别可以理解 然后你在 你在现场 就是凶我 我就觉得 这是我没做好